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精彩有趣的追鱼社 夏日真是甜爽剧的天下 朋友们 古怪精灵的小丫头沈月回来了 这次携手刘以豪主演甜种剧 《我亲爱的小洁癖》上线三天 累计播放量突破了5000万 沈月呢 还是当年那个沈月 扮演的女主世双娇 依然是个甜美可爱的小精灵 演技自然纯属 台词工地一如既往的稳荡 在新生代的演员当中 也算是佼佼着了 不过自从上线开始 却备受关注吐槽 又说 颜值演技不如原版 有翻拍的必要吗 还有直接冲着男主刘以豪 开启不满模式 刘以豪还是回去拍台湾剧吧 楚歌横吊打这部剧的《面瘫霸作》 以及上部剧的《面瘫民国霸作》 更有甚者直接提出了质疑 哎 总之吧 对于这部剧而言 好似不论是演员还是演技 一货剧本 甚至连播放平台全部都有人吐槽 说实话 客代表局的该剧作为一部单纯的甜宠剧看 还是可以一追的 大概是角度不同 所以看到的结果也不同 所以这里对这波吐槽还是持保留态度的 比如说 刘以豪在剧中的《面瘫脸》 这一点其实完全错了 刘以豪在该剧中的表现还是挺丰富的 开始对女主的各种嫌弃 还有后来 见到女主时的灿笑 总给人一种如沐在阳光之下的即视感 这也能被叫《面瘫》吗 相对这些名不腐蚀的诟病来说 个人觉得这部剧最大的问题是 人设的矛盾 首先 咱们先说男主故人齐吧 她是一位拥有洁癖症的患者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已经没办法上班和接触他人了 这个咱们先不论 就单纯的论论她同女主视双娇的接触吧 其中有一场戏 是双娇替醉酒的父亲去上班 父亲是环卫工人 所以干的就是打扫卫生的活 而这时候 视双娇仰慕的校友过来了 为了面子 视双娇想要推着垃圾车逃跑 却偏巧不巧的遇上了男主 且两个人还莫名其妙的来了个慢镜头摔 这时 视双娇脸上的汗水掉进了男主的嘴里 说实话 别说故人齐是个解脾症患者 哪怕是没病的普通人 都会被视双娇恶心倒霸 要知道 他头上戴的 可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老鼠头套 他本人也是刚刚从垃圾堆里挣脱出来啊 结果呢 男主虽然做了各种各样的嫌弃表情 却没有后续了 最重要的是 后来女主和男主意外的做了一次亲密接触 也就是一场有为常理的电梯吻 男主却被刺激的昏倒了 咋的 喝了视双娇的汗水没有啥反应 亲吻反倒被刺激昏倒了 这前后太过矛盾了 接下来 咱们再说说女主视双娇吧 母亲一年前去世 父亲是个环卫工人 还有一个正在上学的弟弟 所以每天要打四份工来维持升级 按理说呢 这样的底层人民 只要是有一份高薪安稳的工作 就一定会特别珍惜的 结果呢 视双娇 在同老板只说要解雇他 却没有真的赶他走的时候 不是拿出真诚的态度去沟通 抑或讨好 再不济也得为自己争取一番啊 结果 视双娇却拿着流浪汉的臭袜子 塞进了老板的西装里 对老板好一顿捉弄 请问 视双娇小姐 是谁给的你底气 竟然做得如此过分啊 这人设 怎么说都立不住吧 最后 我们再说说女主的弟弟 施俊杰 这个孩子看似阳光开朗 还有一颗疯狂护解之心 但从第一季开始 柯代表便觉得 这个人设太不对劲了 在视双娇 遇到了笑语逃跑时 一个不小心撞到了 故人骑的车上 把垃圾弄得满地都是 这时有很多人过来 拿着相机拍摄 而视俊杰就站在人群的外围 眼睁睁地看着姐姐发生了一切 而没有上前扶起姐姐 回到家之后 竟然还说故人骑欺负姐姐 他早晚要替姐姐出气之类的话 看到这里柯代表被气笑了 视俊杰 你姐姐被摔倒的时候 你怎么不上前去帮忙 你姐姐被群嘲的时候 你怎么不上前去解围 你觉得你姐姐被故人骑欺负的时候 你怎么不上前去替姐姐出头 回到家 倒是来劲了 真是太让人失望 看看 一部剧也就那么聊聊几个主演 结果 这一个个的人设都崩了 全剧最讨喜的是他 当然 虽然全部主演的人设集体阵亡 但还是有漏网之余的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男主身边的中全戏部下 李东贤 李东贤的扮演者叫林伯瑞 是一位来自台湾的90后演员 同时也是一位模特 目前参演过八部影视作品 其中 《苍蓝爵》是跟余淑欣和王鹤蒂 共同合作的 还未上线 属于代博剧 林伯瑞长相帅气 拥有干净阳光的少年气质 有让人看一眼 变会心动的即视感 但他饰演的李东贤 之所以在该剧中十分讨喜 并不完全是因为长相 而是因为他耿直还有中全戏的人设 对于他喜欢的女人汪倩倩 李东贤可是十分周到和细心的 抱住汪倩倩的时候 会先脱下自己的外套 给汪倩倩包裹上再抱 理由是怕汪倩倩会走光 打开电梯的时候 也直接伸手拦住汪倩倩 说在电梯门没有完全打开的时候 先不要进去 那样会很危险的 不仅如此 李东贤还对他的上司 故人旗言听计从 忠心耿耿 即使他喜欢的女人汪倩倩 喜欢故人旗 在误解故人旗和汪倩倩之间 是男女朋友后 也并未胜出半丝怨 且老板故人旗 让他给汪倩倩送东西 他便快送快归 毫无私心 这样耿直的李东贤 让故人旗都心生惋惜 暗暗的提点 他可以不这么快回来的 结果李东贤却完全没有 往这方面去想 直接回答老板 他绝对不会混水摸鱼的 真是个讨人喜欢的耿直男 一部剧就是这样 不可能一无是出的全盘否定 也不可能完美的 一点瑕疵都没有 即使是沈月 刘以豪的新剧 备受吐槽 但该剧还是有很多 值得一看的地方的 你们觉得呢 我们下期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